它的字數在六個字以下的話 表示說這個儲存盒裡面放的是什麼呢 放的是縣市名稱 如果是縣市名稱的話 請你把縣市名稱讀到這個MMCT裡面 當成一個變數把它儲存起來 那也就是說呢 將來不管是哪一個縣市呢 通通因為這個地方 開頭一定都是什麼呢 一定都是哪一個縣市開頭 比如說台北市 它第一次讀到的話呢 一定都是台北市開頭的有沒有 從這邊一直讀讀讀讀讀到哪裡讀到這裡 全部都是台北市開頭 那其他後面的資料呢 第二次進來的話呢 就是大於六 為什麼大於六呢 其實各位可以看一下 如果呢 是這個區域名稱加郵遞區號的話呢 那它所總共的字數 那你想說 老師它總共不就六個字嗎 怎麼會大於六呢 特別注意哦 這裡面的話呢 除了這個字數以外對不對 中文字也算一個字 數字也算一個字 那空白算不算呢 空白也算一個字 所以這個地方呢 總長度呢 一定包含空白 那空白裡面呢 至少會有兩個空白 所以加起來的話呢 會是幾個字呢 會是八個字 會是八個字 甚至你可以試試看哦 如果我用函數來試試看哦 LEN有沒有 前面我們用過嘛 插入函數裡面 其實這個函數 跟VBA裡面那個函數呢 用法幾乎一模一樣 所以我們在這邊找一下 LEN 假如說我今天 LEN 指向給這個好了 按一個確定 你會發現呢 它裡面得到什麼 得到八 有沒有 所以呢 它一定會大於六 所以大於六的話呢 那我們就把這個 裡面的資料呢 把它寫到 我們要的指定的儲存格位置 好 那比如說第一個呢 我們要放什麼 什麼資料呢 第一個 放M實體 它是哪一個縣式 那因為剛剛我們讀到第一次的時候呢 是把M 讀到這裡面來 也就是說如果是第一次讀到 海北市的話 它會暫存在這裡 那就把台北市加上去 然後M實體 放在哪裡呢 放在X 這裡特別注意哦 我們前面有宣告 1000個陣列